首先我想谈到张静勇老师 他这一生都在追求创作的一个理念与想法 在他1988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用现代性技法 他以拓映的一种手法 表现出台湾各个海岸岩石的一种坚实的机理 在他的作品当中 我们看到他对自然的一种印记 他通常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他是从台湾各个海岸不断地去写生 他每个礼拜从台北坐车到墾丁 一写生就是好几天画完再回台北 他为了去感受海岸岩石的变化 他就有时候坐在海岸 他就是一整天看着海的变化 岩石的变化 透过光线的一种投射 从白天下午一直到黄昏 这个光线的变化 投射在岩石上的 或者是海浪的一种变化 他都细心地去体会去写生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去写生呢 因为他希望把这些自然的印记 化为他胸中的符号 所以他常常 我们都笑称他是一个绘画的疯子 因为有时候夏天真的是非常的炎热 我们都生怕他中暑 但是他每次一坐下去 我们大概半天一定要跑掉的 因为都会中暑的 但是他却可以从早上一直坐到黄昏 他的毅力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除此之外 他为了要去感受不一样的风貌 除了台湾的行脚之外 他开始到大陆 大概是在1987年开始 他就不断地到台湾的以外的 比如说大陆了 私路 那当时他到了敦煌 到了这个私路的边境 吐鲁番等等 他看到了很多不一样壮阔的 很辽阔的这一些景色 给他很大的冲击 他觉得这样子壮阔的景象 真的很打动他 于是他回到台湾之后 他就闭关创作 他这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创作 然后他闭关创作以后 他就开始在研发了他 除了海岸岩石以外的 一种创作的风格 结构跟绘画的表现 所以我们后来会看到 他有一些很辽阔的 这种景象 他的绘画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不是以景写景 他是以心写景 也就是说他到了 不管哪一个地方 他当然都是先投入去 感受去写声 化为他自己 对于这个地象的一种情感 所以他回到家里 创作的内容 是跟他写声的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当地的景象 而是他透过他的感受 在家里发挥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画面中 其实你不会去看到 我们不特别去看到 他是哪一个地域的景象 而我们看到的是 他一个胸中的秋化 他内心的一个景象 我想这个是也他一生追求的 因为毕竟一个艺术家 他并不是只是要写诗而已 他是要写他的心 写他心中所飞化出来的 一种境界 那他在这样一个 创作的历程之后 后来他很快地接触到 一个胶材的相关的媒材 后来他就用了很多 比如说水干 胶材 这些各式各样的颜料 还有菌布 麻布等等 他接触了很多不同的媒材 其实他在家里 就很像一个实验师 因为他常常都弄得满地 他常常去实验 什么样东西 跟什么样的布 或者什么样的媒材 他可以激发出什么样 他想要的一种效果 所以他不断地去实验 最后他找了很多 前所未有的一种绘画表现 那当然这个努力的过程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也非外人所能够体会的 那他在这些水干的运用上 他除了有这种波彩流动的以外 他也有许多对应法 有一种斑波法 他开始去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雪景 从早期的雪景 中期的雪景 到近期的雪景 其实他都有很强烈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在作品当中 也会有 也能够看得到 他也开开 就是渐渐地开始 抛开了一些 对于各个时期 他的表现 他就渐渐放掉一些 到后来他在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就任 他升等专任的副教授的时候 我发现他开始 把对于社会的关怀 对于环境地理的关怀 放入他的画面当中 所以我们会看到 有一系列女王头的景象 是他特别有感触的 我说过他每一年都到台湾各地去写声 所以当他发现女王头的风石化很严重的时候 他也有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 所以我们也看到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他的女王头的作品 他还有很多女王头的作品 希望我们有机会也能够介绍给大家 然后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女王头的哭泣的样貌 是对于自然的一种无奈 那因为他热爱创作热爱生命 当然他也就热爱大自然的每一个部分 他就有所感触 所以他也就这样去做了发挥 然后我们也看到他在山水近期的作品 比如说我后面的这个作品 这个时期 那我们谈到了他各个时期的变化 我们从画面当中都可以很深切地感受到 他不断地去 去融合他自己的想法 不断地去做画面的变化 不断地去追求创新 那我们看到他近期的作品 我们会觉得 他已经把星象意象都融合在一体了 所以我们会看他抛开的东西更多 但是气势也更加地壮阔 我相信大家如果再看了他的作品 会有很深刻的体会 另外要特别谈到 他有关于陶瓷的创作 他在陶瓷上 因为来到台华游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因为在这里他可以非常非常自由地创作 因为吕董事长跟里面的师傅们 都非常的帮忙 尤其是吕董事长 非常的支持张老师在陶瓷做特殊技法的创作 所以每每张老师有新的创作 这个吕董都会非常的兴奋 跟他一起分享 那也是张老师是第一个人 把这一种水干泼彩技法 运用到陶瓷上面的一个艺术家 算是一个创业 那我们在他的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那一种很自由的流动 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自然的意向 往往都让人可以很深入地去投入在他的画像景面当中 那由于瓷器他的一种特殊的流动性 还有又要的一些变化性 所以我觉得张静勇 张老师他在这一块 算是发挥了一个极大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他详细的作品